大家好,我是牙牙 今天我们经由北京蒙头沟的探望路 然后在山上发现了这么一个荒废已久的无人村落 这个村落四面环山 观看视频的同时别忘了长按点赞三秒钟 超级点赞假关注 然后废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开始我们今天的无人村探秘之旅吧 在视频的正前方是一个 大概是明清时期的一个老宅 他门口的院子里边的那棵树都 现在都已经长得这么粗了 而大门口全是草 已经进不去了 这里的房子外墙全是用石头堆砌而成 守着大山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而大门跟房屋是由青砖构成 足以说明它的存在是很长久的 而院子内部已经堆满了杂草 有些房屋都已经塌了 就只有这棵树 依然存在 好高好大好粗 这个村子在大山的深处 沿着这连绵起伏的山路 沿沙而行就能到达这个村子 这里连一条水泥路都没有 这个古村落地处于山窝之中 可能因为许久不住人了 加上年久失修 这里的房子大多数都塌的 只剩下一些院墙 现在这里边安静的只能听到一些鸟叫声 这个村子据说还住着一位老人 然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人 因为平时罕有人质 所以这里边的杂草长得特别的茂密 穿过这片茂密的杂草 眼前豁然开朗 这处房屋看着还不错啊 走我们过去看一下 哇哦 大门都没有了 院子里长满杂草 一股沧桑的感觉扑面而来 这个树上挂的塑料袋 远处看着其实很不错 走近了才发现 这里的房屋全部塌掉了 这里也扔了一堆的垃圾 看样子时间还不是很长 哇 房子都塌没了 这里的院墙还很结实 好了 今天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了这里 喜欢看的 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 记得双击 摸摸的 在我们下期再见 疫情